如果台幣会持续升值 来到二字头的话 那其实今年存美元 我觉得好像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我们可以分两块来谈 第一块是之前已经存美元了 例如说存在3.2的 如果你没有美元的需求 其实你在这边考虑 再领到利息 甚至是你利息干脆算了 领部分就好了 就解约出手 我认为都是可行的 那你与其前所在这边不能动 那你去找其他的投资机会 或许会更好 对不对 就算是你今天拿美元 你不想把他换台幣 你不想要任劣会差亏损 你也可以把他拿去投资 以美元计价的商品 第二个人 如果价位已经现在看到30的 那你能不能这时候去投资美元呢 那我会这么说 我们过去的经验是 在升息的初期 其实股市会修正 那市场可能表现会差一点点 那或许剩那时候 台幣有可能再跌一波 那你就会有短线的获利机会 但是这边的 就会是属于一个 比较细致的操作